浮浴 这些融合液,因为它长 我将中间切掉,穿一穿水 因为如果穿了水 如果有额毛,你就很容易拿走它 好了,然后将它炆,如何炆呢? 我们用的独子蒜 我们用陈皮 冰糖 冬菇 我们说鲍鱼炆 但是鲍鱼就要后面炆好了才放 今天是不是我的手臣又有鲍鱼 真的很高兴 当然我们说到吃得健康 这些也是健康的东西 今天为什么选择这个鵝肉呢 其实鵝肉很有益 其实它有益气补虚的作用 而且脂肪含量低 有蛋默合 没错 我把冬菇 因为我们炆的时间 炆到鵝肉很软 所以我的独子蒜 因为我们洗了它 就这样洗了它 然后皮我逐步炆下去 你特意不脱好皮吗 特意不,有益的 真的很有益 我们放一点冰糖 陈皮 还有鵝翼 放一点水 我就用两斤蚝油 你不要看这两斤蚝油炆出来 很好吃 通常炆完鵝翼出来 是不是深啡色的 是否用了这种蚝油 不是,老抽 老抽 很有趣,看那些食物 它深色一点,好像有味的 会浓味一点 如果它白酥酥 就会觉得它好像有味 我这次加多一点 因为在鵝肉 你多加一些鵝肉 它也帮助它除了香 它会容易腍一点 先煮沸 然后小火炆 紧起了 盖着它 慢慢火炆它 妈妈,你建议炆多久? 我想你要炆它 大概差不多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你炆到它干了 收了汁 那你再放鲍鱼 因为它有时新鲜鲍鱼 有时会难叫 我用滚水拿去 用叶叫叫 然后我切花 我真的入色了 对,我开大火而已 炆到已经稠了 我要加一点水 最期待的过程就是下鲍鱼了 鲍鱼最重要是爽口 不要硬的 是呀 你这样再炆它 它炆多久? 你不要超过十分钟 你超过就硬了 我先记住 炆到鱼鱼也要吃了